阿靠 包得好耶 哈囉各位 歡迎收看傳說路人王神明的影片 我們今天在廢話播出傳說路人王 我們今天在廢話播出傳說路人王 等一下 哇 今天有北宜女的 北宜女校牌第一確認耶 好 我們廢話播出傳說路人王 來看今天的傳說路人王 Let's go 好的 首先第一位呢 是來自16歲基隆佛洛倫神 來自基隆的玩家 OK 我來看一下 他是這個 亞瑟王 夠鬆了 來 我看一下你打誰 你打夜叉啊好打的啦 舒服的啦 還是 唉唷 多得好 那個花剪得到嗎 剪得到 也剪得到就還有希望 水 跟著跟著跟著還有一對 對對對對對 還有一 唉唷 唉唷 喔 沒事 哈哈哈哈 靠北 你剛剛那個是 自然反應吧 你剛剛那個應該是 撿到的時候 你應該是 也按了一下那個什麼 應該是確保擊殺吧對不對 所以才會點到塔 我嚇到 我想說 你要死了 OK 我看著你 亞瑟王 你出王者 我先跟你們講一個東西 佛洛倫出王者這個東西 在職業場上 畫像只記得 奶綠 佛洛倫出王者 佛洛倫出王者 就在於說 一個 你當然比較軟 但是 有一個重點 他就是拿來 瞬間摧毀敵方後排 那超痛的 那超痛的 就是很少人 有人敢這樣子玩 真的很少 真的 真的很少 你看那個傷害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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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你還偷塞 你偷塞那個暴怒喔 OK 你在哪 亞瑟王 亞瑟王你在哪 你在哪 你在這裡 我看到你 你的隊友怎麼送進去 對我的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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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吧 不要吧 亞瑟王 不要 不要 OK 你卡進去 你卡的位置 對方沒看 這樣就算打到 等一下 對方這隻 哇這就是出王者的力量阿 但是我先跟各位說 敢出王者的都是狠人 這樣有辦法一撥嗎 有機會 有機會 因為對方最先復活的是藍 其他都要40幾秒 射手這時候就趕快換個裝 出那擠走鞋子 趕快給我跑出來 因為中塔 這個中塔射擊 或是呢 最安全的方法 當然就是去 等其家人復活 因為復活時間差 來去吃這個凱撒 這場基本上拿捏住了 就是因為他後面這個進場 還有嗎 跨抓 kill 好沒了 哭了 亞瑟王 你的那個 前面檔偏兇 不過 哥挺你 玩個遊戲也是要開圖 也要開圖是有多可能 沒錯 玩得不錯耶 確實 躲招也躲得很快 但我建議啊 下次這裡有沒有 大絕早點開 躲掉之後 這裡就直接大絕開了 遲疑了大概 0.1秒 0.2秒左右 不過後面接得不錯 後面全部把它打回來 尤其是最後面這一波 最後面這一波真的是很漂亮 就是 他對我出去送頭 對我出去送頭 這個還在這邊 他 這個蘇應該是覺得說 我可以 二技能之後立刻開大絕 因為他在大絕還亮著 二技能之後立刻開大絕 但是 他有點想太多了 他有點想太多了 這就是他直接一閃大絕 其他人跟進來一定死 然後後面就全死 所以這裡基本上是這個蘇的過 蘇 他其實不用這樣子打 他最穩的方法就是 這個蘇有沒有 在 先在這裡 放個哨音 然後 利用蘇跟令月的poke 來去打殘對方 他們是絕對有這個 因為對方手短啊 有沒有 右邊手短 所以他們這個陣容應該要這樣子做 不過好險 這時候有 亞瑟王 亞瑟王 這裡直接了蹲 不過對方也可以直接中路 O印到底 確實 然後先跟各位講 他這個一技能 這個蘿兒這樣子一技能過去有沒有 是那個什麼看不到 但是他會有聲音 就是 裡面有東西 就是那個 那個玩家那個蘿兒打到會有那個 那個聲音 技能打到的聲音 所以他確定這裡面有人 然後他反而利用了這個東西 就是蘿兒要出來 出來處理人 他反而利用這個東西 其實看到這個蘿兒往前 他也往前 然後直接 瞬移大絕進去 嗚呼 秒殺 你們看到那個傷害 你再去看一次 他瞬移 那個時機抓得剛好 進去 秒殺 而且他打的是這一隻 那個什麼打野 第一時間殺爛 超痛 然後反而也一瞬間融化 然後蘿兒反而變成說 剛剛那個地方 哇 超尷尬 被他算計啦 不錯 最後拿一波超級秀 最後面拿一波超級無敵秀 43分 繼續來看下面一位 好的 再來這一位呢 這個 我們工作人員打說 他是最強中段班 中段班算哪裡 S20顆星 左右 Maybe 看一下 嗯 還不錯 蘇 OK 靠 三角 秒 你沒有葉娜的視野 沒有沒有沒有 有啦 有啦 有看到葉娜這樣走過來 但是 OK 沒關係 我繼續看 我來看一下 純粹試試看的戲 三指操作 多 漂亮 大絕開起來了 3 2 1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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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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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角色還會玩那麼多 什麼路都可以來 2技1技 又大了 1 一波G 一波倒 雷根隊友是有開麥的 你目前S上過璀璨 看一下 戰鬥場次 38上S排 38場贏了35場 勝率92.1 這隻號是戰鬥11場 只輸了1場 勝率90.3 看起來他是真的蠻少在打遊戲的 還是你是檔號 我看幾 我純粹猜測啦 好不好 不好意思啦 這位玩家 因為呢 你很明顯不屬於這裡 我很明顯的知道你 你跟這裡的人 這跟這裡的人差很多啊 嗯 你看 他這邊 這裡就是什麼 貂蟬 要 冰他嗎 還是一閃 呦呼 掰掰 然後他前面已經看到悟空視野了 他前面是有知道這個悟空的視野 大絕 呆掉 因為前面悟空有露頭 這個各位 等一下可以回去拉回放 而且帳號怎麼那麼多啊 勝率有這麼高 而且都是 我看一下 嗯 嗯 也是 跟朋友一起打 你要嘛就是 很少打遊戲的玩家 然後突然回來 要嘛就是呢 你就是檔號 我這個人很誠實啦 好不好 因為他就很明顯不屬於這裡 很明顯 超級明顯 他完全不屬於這裡 他的操作我給他 這個 他不可能是這樣子的階段 他不可能是這樣子 就是只有 S牌 不可能啦 我跟你講 就不可能 Vocory 他勝率高成這樣子 這基本上應該是 就是SS的人 下來的人 然後開著這個號 號超級多的 我來數一下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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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這個剛出過 6隻號 對啊 如果你沒有時間 你也不會打那麼多隻 對吧 那個 叔叔分析 就到這裡 那個 你們自己 各位觀眾自己斟酌啊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如果你遇到這個人 說他打得不像影片上面 那你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呢 可能不是他們人 可能不是這個號的主人 但是他真的很強 我說玩 現在在玩的這個人 真的很強 對他來說這個 打這種S牌就是 就是 還炸魚的啦 輕鬆虐 而且又 這個應該是三牌 可能吧 Maybe三牌之類的 我就不多說 不多說 他到底是不是單號呢 我不知道 你們自己判定 但是我先給他分數 他的分數 雖然是打這個什麼 S牌而已 但是基本上他把他該做的 全部的東西 什麼細節 什麼話歌的 全部都做出來 而且每一隻角色都是 不管是圖倫啊 克里希啊 書啊 什麼話歌的 全部都是 他的操作 我給這個本人 好不好 4.3分 非常的秀 扣分的原因是因為 你打S牌的號 這裡不屬於你 好嗎 這個S牌不屬於你 希望你下次可以看你自己的 好 那我們看看那個 我猜你本身 是永恆的玩家 我猜啦 就要看下面一位 好的 再來這一位呢 他叫做 北一女中 校牌1 工作人員有截圖 就是投稿者 在信件上面說 他自己說的啦 但他沒有給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證明 但是我一律相信 我一律相信 反正呢 你要騙我的話 就給你騙吧 因為我個人覺得 我就是 不管你今天是女生還是什麼 歌的 打遊戲 遊戲就歸遊戲 我不會因為你今天 可能 就是大家很容易會把那個什麼 刻板印象 就覺得什麼 打遊戲的人都不怎麼會讀書 然後覺得不怎麼 很會讀書的人不怎麼會打遊戲 但是其實 我覺得並沒有 然後或是說什麼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遊戲就是 男生比較強 然後女生比較弱 什麼之類的 我是不會這樣想的 OK 反正就是 一視同仁 他說他是北一女 校牌1 OK我來看一下 你前面010 沒關係 你是夜娜 嗯 他為什麼不滑 什麼東西 他被飆到 靠北 我剛剛想說他怎麼不滑 接完 往上走 嗯 漂亮 嗯 推得好 重型態也剛剛好 可以 接得很順 你只能重型太熟了啦 哎呦 靠油 這傷害也太高 你全攻喔 追追追追追追 你還有型態 大絕欸水 欸嘿 這個兔子卻你是不要這樣子熟 他大絕一毫 你就要死了 你知道嗎 李那隻夜娜 小心的 哎呦 還懂得往上走 水 細節有做到 嗯 往下撈 喔喔喔 很瘋了 其實 我的是接得很順欸 嗯哼 打仙葵的話就是你要把他定下來 漂亮 仙葵有出 魔防鞋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沒有 打得不錯欸 打得不錯的地方是 我覺得 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他這裡先去摸塔 然後對方露頭一隻 然後皮皮不在 那他這裡就有幾個選擇嗎 第一個八秒了 所以各位 這個兔子啊 可能他不太了解耶娜 沒被耶娜切過 你知道 偏著死 你看他這邊 一切完之後 他就直接瞬移往前了 那 對方的反應是有點慢 這個應該直接大絕綁下去的 不用想了 直接大絕綁下去 就是你大絕要一直按著 我自己在玩阿賴斯特的時候 就是我過去之前的時候 大絕也是一直按著的 然後或是我今天要什麼 沒必要走草叢的時候 我大絕一直都按著 譬如說對方 我怎麼睡在 譬如說對方有什麼悟空啊 什麼之類的隱形角 我大絕一定是一直按 一直按一直按 按到底 所以 在阿賴斯特也有點小虛 那不過呢他做的反應是很到位 就是 他這裡接完一套 然後他發現 阿靠 阿賴斯特趕快瞬移往前 讓他綁不到 然後免傷刀開起來 承受這個傷害 然後阿賴斯特這裡 我是不知道他繞去哪裡了 他在搞笑你知道嗎 他給我繞一大圈 他就直接過來就好了 直接過來 他真的就直接過來就好了 阿哥 你是不是看到阿賴斯特在這裡 恩 上去了就往下 然後你就看他出來 哈哈哈哈 他在那邊 咖啡 他在這裡 喂 大哥 玩什麼東西 然後 星葵這邊 他也有做到他該做 就是 把他擋 因為星葵會盪走 星葵會盪走 他就直接擋有沒有 因為 星葵的二箭是這樣子 他今天只要撞到東西 他就強制一定要停下來 所以他就直接故意讓他撞 讓他強制停下來 就像阿捏 蹦 掰掰 整體而言 夜娜的東西都有玩出來 然後 有一些 小細節有做到 對面後面真的是蠻懶蛋的 不過這裡也是蠻修的 我覺得 可是這裡就很明顯是一般場 因為剛剛對方也有夜娜 整體而言真的不錯 我想真的 可是呢 整體而言的話 你的夜娜我會給你四分 就是正常的夜娜 就是會切的夜娜 我會給你四分 然後整體的走位阿 知道什麼地方你要走哪裡阿 對不對 就是正常的一位玩家 反而對方非常的不正常 不過你操作是有到位 你的操作是有到位的 我想一想 還是這個大頭寶寶 是 你別之號阿 是嗎 不過該接的 什麼阿 科爾特特大道 我會給你四分 不過呢 這個有點小扣分 我給你3.9分 好嗎 對方似乎太多了 光是那個 那個 阿萊斯特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幹嘛 完全不知道 就直接綁就好了 然後兔子也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給你太多機會了 你懂我意思嗎 給太多機會 就會變成這樣子 我們繼續來看三明治 好的 再來 最後一位是 Bonus 柏頓鬼包 小丑鬼大 這麼屌 OK 再次跟各位提醒 我們現在呢 傳說有三寶 正式要啟動企劃 所以呢 各位 歡迎來投稿 傳說有什麼 只要有好笑的 超級無敵 不知道在幹嘛的 歡迎上傳 然後各位要記得 那個 一樣是上傳到 INSISTJ15 然後就是跟傳說入倫王同一個 只是你要打 投稿傳說有三寶 這樣子我們工作人員 比較容易 來去審核你的這個 影片 然後記得 不要給我看那些什麼 歪掛 什麼麻糕的 Bug啊 Bug也不需要 Bug我 我們今天 傳說有三寶就知道 好笑 OK 來看一下Bonus 然後我記得我們的Bonus 不會因為有傳說有三寶 而不見 好嗎 好笑 好笑 包得好耶 打一下 兩個是 花靈 哈哈哈哈哈哈 長得那麼忙 誰都沒有錢 我們下期見 掰掰 by bwd 來 書 他說 好拍張 第一個 啊 錶